又刷到我了 那就证明你们非常热爱国球 接着展现国球魅力好吗 今天是下集 我们用横满的长焦来揭发球 好吧 好的 横满长焦揭发球啊 也是不施旋转的 在比赛当中 人家给你发反手短的还是很少 一般都发什么呢 勾你中间或勾你正手较多 还有一个就是反手底线 因为知道你长焦没有什么出手的质量 然后发你急长手底线也会较多的 然后对方反脚准备出手 勾一个侧上 胖你们接 我们都会把自己的位置围住 然后这个时候发到这个位置了 你要正手不好处理 不好上手的话 我们就会右脚往前上一下 然后出手 这样顺旋转聚接 不施旋转 啪就一个球 那你要衔接下一板 刚才看着车上 我们再看一下勾下旋转处理 大家看见了吗 调整好板形 直接出手 果断 什么才能出速度 什么才能提速 就是你出手的时候速度要快 前臂手腕有个集中性 啪就一下 你很慢 放慢的话 球速过去自然会慢 所以说球的速度快与慢 决定出手 还有一个较多的就是底线急伤球 一个是勾手 一个是车上车下 或者一个拱球 看看我们这个怎么接 先接一个拱球吧 发拱球 这个拱球 它球是往上崩的 所以我们不要拉手 包括反胶接的时候 都不要太拉手 所以长胶不用拉手 一点 就一个很稳 再发一个底线车下拳 我们看一下 四拳转一走一个 然后你要斜接下一摆 有个回原 对你的相似会很有关注 然后我们再接一个车上拳 底线 现在长胶好多都有进攻能力的 它不见得全是给你磕和刮 它有一定进攻能力的 你那个质量不是很高了 或者弧线很高了 它都会进攻的 而且现在打的海绵 都不是特别薄 稍微加厚一点 所以说为了增加你的进攻能力 我们自己在反胶的当中 也要有这个意识 去衔接球 好吧 今天的横满长胶接发球 你们掌握了吗 小课堂 下课